上回说到果妈MBA毕业后 Tipper学院组织了一次毕业生的旅行 我们作为家属也被邀请 于是全家沾了果妈的光一同来到圣地亚哥 上次我们来到这里还是十年前 如今十年后再次访问 身边已然多了一个果果和宅宅 从波士顿到圣地亚哥费了六百多小时 还好全城两个孩子都没怎么闹的 抵达后遇到的小插曲 我们的婴儿汽车座椅被别人勿拿了 还好对方落下的婴儿汽车座椅上留了灵犀方式 最后还是顺利拿回了我们的婴儿车 十年前圣地亚哥就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气候舒适 全年都在25摄氏度上下 道路宽敞 停车方便 是一座很适合退休的城市 这次再来后 感觉这座城市更有活力了不少 首先迎接我们的是路上的两台紫花树 接着还有那永无尽头穿梭在城市中的轻轨红车 其实我们都非常想快点到酒店卸下行人 但挡在路上的火车就好不再告诉我们 来到这就别太着急了 尽情享受这里的慢节奏 好 火热打开了 再一次能能闪上绿灯吗 又是红灯 这就是这么可怕 就是它一打开来我们又是红灯 然后一会就又闪闪闪闪闪 然后又到了 在酒店前的这个路口至少等了20分钟后 我们总算来到在市中心的万豪酒店 酒店地理位置绝佳 背靠大海 走路就能到中途导号航空母舰博物馆 海港村 煤气灯街区 如果开车的话 十多分钟就能到小意大利 老城和巴尔波亚公园等景点 非常方便 为了给我们六个多小时的舟车劳顿洗洗衬 我们预定了三面环海的餐厅 味道还可以 但主要是吃个环境 吃个愉快的加州心情 我们第二天选择了相对暴走的路线 从小意大利到老城 再到海滨小镇拉和亚 在小意大利的房子都非常有意大利特色 房子不大 而且都是有居民在居住的 还有有很多好吃的餐厅 当然最不能错过意大利特色的雪糕 我们来到网红店Salt's Drive 每人都点了一份雪糕 经过非常出名的消防局博物馆 还受到馆长 还热情地吆喝 邀请我们进去参观 这个是水箱 以前把水放在这里面 哇 给小朋友玩的 与意大利风情相对应 老城区则更像来到墨西哥 当然圣地亚哥就爱着墨西哥 所以才有这种历史文化的积淀 除了老城区本身的古董景点 这里还有很多小商铺可以逛逛 顺便买上传品的西班牙油条 今天还特别敢抢 碰上了老城区举办的儿童活动节日 设立了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玩耍的活动 果果也参与玩耍 非常开心 下午我们来到拉荷亚的沙滩边 玩玩水 吹吹风 听着海豹们的激情歌唱 沐浴灼夕阳的照射 果果对派来的浪花兴奋不 一屁股就坐进海水里 因为没有准备换洗衣服 所以只好穿上了弟弟和外婆的备用衣服 在这里生活 每天都可以看夕阳 要不为什么说夕阳的朋友们都比较慢生活 第三天因为果妈学校组织了参观公司 所以我们主要在酒店附近玩耍 酒店后面就有一条蔓延到海港村的道路 每天都有很多人在这条路上跑步散步 我们租一辆单车 一路骑到海港村 接着我们再租个批滑艇 在众多私人游艇中穿行 远方还时不时传来军舰的名笔 下午果妈去参观当地一间数据公司 居然还有产品可以给咖啡上的奶开打 Logo 果爸则带着果果去儿童博物馆玩水 里面有很多非常有创意的设计 果果甚至都玩得不想走 第四天 学校组织了看鲸鱼和看棒球的活动 上午我们乘坐轮船出海 来到鲸鱼长出没的图 大家鼓住呼吸 四面观望 好不容易才看到鲸鱼的尾道翻过来 回来的途中 我们还经过了中部岛的方向 十年前我们就参观过 可以看到船舱和甲板飞机情况 但考虑到走在狭窄的船舱里不太方便 等地理长大一点后 我们再去 所以这次就远远眺望了 不过在航母旁边有一个大大的胜利之吻的雕塑 不能错过 沿着海边 我们直接走到海港村吃午餐 海港村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商户和餐厅 值得来好好逛一逛 午饭后稍作休息 我们来到太高胜利之吻 我也就是圣地亚哥教室队 她对这么注尚 本想着带果果来体验一下球场风格 但她好像还是更喜欢旁边的儿童区 第五天我们到了行程的五端 同时这天也是父亲节 我们在酒店旁的洛艾斯 试着夏威夷风味的美食 庆祝父亲节 然后带上行李来到巴尔波亚公园 这个公园很大 里面有著名的圣迪亚哥动物园 十几个高质量的博物馆 逛一天都不够 我们因为要赶飞机 所以就走马观花拍拍照 留下最后一些在圣迪亚哥的记忆 五天的行程就告一段落了 除了感谢CMU赞助了这次的部分女费 我们再次祝贺国仔妈毕业快乐